大家好,今天是微讲座的第十一讲,讲梳摸盆景整体造型法。 我先说四句话,就是主干昌劲,根里见状,分支平垂,己见不折。 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一个树来进行整体造型。 现在这个树啊,已经大体的,已经把它修剪,已经在业修剪,已经搞完了。 而且这个大票之后,先把它进来整理,现在效果就凸显了。 刚才我说的那四句话呀,这叫主干,很常劲,粗壮,挺拔,其实会红,根里见状,这是根部,这是里部。 根和里结合,这个结合点,根和这个干结合点,叫里,所以叫根里见状,分支平垂,这个叫分支平,分支平,还有垂,几剑波轴,这个是一剑波轴,两剑波轴,三剑波轴,四剑波轴,最后打到这样一个效果,这叫几剑波轴,最后要打到收间间变,逐间变化,层次活泼,最后动式飞扬。 我们整体造型就已经基本完成,那么在这个票之,也几件不得效果也有了,但是年功还不够,还要加强,所以还是有点偏略,所以这一个资啊,我们再加强养护,在未来两至三年内会成型。 谢谢大家